大家好 欢迎来到Lisa聊理财 关注我频道的朋友都知道 前段时间我回国度假去了 刚刚回来就发现 一家年金销量最高的公司 居然把两款原先就已经非常高的开户红利再一次提高 其中保证型收入年金的红利从25%提高到30% 取钱比例也提高了25到35个基点 而增长型年金的开户红利则从36%提高到45% 一下子上升了9个百分点 而且指数放大倍数也从1.75倍提高到2倍 看到这个消息后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 真是逆天了 怎么可能高到这个地步 看来这两年的年金产品 真是应了当下时髦的一种说法 那就是没有最高 只有更高 所以即使现在还在导时差 我也要尽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 有关这两款年金产品 我分别在第43期 44期和48期做过详细介绍 想了解的朋友 请先到我的频道中去查看 以获得最基本的产品信息 在这里我帮大家简单复习一下 在指数型终身收入年金中有两个值 一个是现金值 一个是年金值 现金值是您账户上真正的价值 就跟您的银行账户投资账户上的值是一样的 它会按照您所选取的指数组合来增值 因为采用的是指数策略 所以能做到值涨不跌 只增不减 而年金值则是在终身收入年金中特有的一个值 它是个虚拟值 但是它却比现金值更重要 因为将来的终身收入就是以这个年金值乘以一个取钱比例计算出来的 这里要重点强调一下 所有的开户红利 放大倍数 每年的确定增长率等等 都是加到这个年金值之上 而不是加到现金值里面去 在终身收入系年金中又细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收入预先确定的保证型年金 第二类是收入由指数回报来决定的增长性年金 在第一类保证型终身收入年金中 用来计算收入的年金值是事先确定的 具体来说 年金值就等于本金加上开户红利 加上每年的增长 因为开户红利从25%变为30% 所以开户单贴年金值就有30%的增长 而在之后的前十年 每年的增长为单利12% 后十年为单利6% 所以总共有20年的保证利率增长 这里说的单利是指只有本金挣利息 开户红利和之前所得到的利息 是不能再计算利息的 举个例子来说明 假如您在60岁时投入本金50万 那么立即可得到红利15万 这样年金值就变为65万了 之后的十年里每存一年 增长本金的12%也就是6万元 比如67岁时年金值为107万 70岁时为125万 这样的回报对一个60岁的人来说 是否相当可观 而且这款年金您自己可以决定 什么时候开始领取终身收入 完全没有等待年限的要求 取钱比例跟年龄相关 是事先确定好写入合同的 这张表格显示的就是不同年龄时 取钱比例的提高和限值 假如您决定从70岁开始领取终身收入 那么就可以算出您的收入为 年金值乘上取钱比例 等于125万乘以6.1% 结果是76250美元 试想一下 无论市场如何变化 这样的收入您都可以保证 一辈子永续不断的领下去 这是不是能给您增加很大的安全感呢 而第二类终身收入年金为增长型 它的特点是将来的收入 事先是不能确定的 而是由指数表现来决定 如果指数增长不错的话 收入很可能比保证型的更高 而且开始领取收入后 工资数额还会随着指数的增长而增长 相当于是给收入增加了一个 抗通胀的功能 这种年金需要等十年后 才能开始领取终身收入 所以对一些年纪相对较小 比如60岁以下 尤其是对指数增长比较乐观的人来说 这种年金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特别是现在开户红利 从36%提高到45% 指数放大倍数 从1.75倍提高到两倍以后 终身收入的潜力更大 当然有人会担心 这么高的开户红利是真的吗 会不会是骗人的 这样的顾虑完全可以理解 说实在的 这么高的开户红利算是天花榜级的了 我也从来没见过 确实有点难以置信 不过这家公司的信誉非常高 所有权威机构给他的评级都在A或者A加以上 他的销量去年一年就超过200多亿美元 稳居榜首 所以绝对是可以信赖的公司 那么这么高的促销红利说明了什么呢 我觉得一方面说明目前的金融环境 非常适合年金公司的发展 另一方面也说明真正好的公司是会最大限度的让利给客户的 而不是将利好全部收入难中 有人问我这样的促销到底能持续多久呢 这个谁也不能预测 但是一旦您提交了申请 即使促销停止或者降低 您也有60天的锁利期限 这样是不是可以让您更放心 所以我的建议是 如果您觉得增加一份既能保证本金值涨不跌 又能保证源源不断的终身收入 是您的养老需求 那么请加我微信 或使用这个链接跟我预约免费咨询 我会根据您的实际情况 为您量身打造一份适合您的退休计划 我是家庭理财顾问 如果您喜欢这样的内容 请帮我点赞评论和转发 您的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那就赶快去订阅一下吧 我每周都会分享一期跟家庭财务相关的视频 都是实实在在的内容 千万不要错过哦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